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这本课的线性方程组中的行列式的求法 在行列式这个单元中 我们的教学目标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同学能够认识什么叫做行列式 行列式是怎么运作,怎么写的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熟练行列式怎么样降阶 如何去把一个高阶的行列式降成了一个低阶的行列式 最后算出它的行列式的值 行列式的计算在态度方面 那么是需要非常的有耐心 因为行列式的计算是非常的繁杂 尤其是高阶的行列式是计算上来说非常的辛苦 所以这个地方要学好 真的是需要耐心 而且要小心计算的时候尽量的话 那么在这个单元我们的教学大纲非常的简单 就是第一个什么叫行列式 行列式有哪些规则 那么我们主要的是要教各位同学 行列式是怎么样的降阶 其实最重要的降阶的目的还是在求职 那么我们要介绍行列式了 但是在介绍行列式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矩阵 矩阵是前面的是矩代表是矩行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行列式跟矩阵的话的关系来说的话 它是一定要方正的 它一定要是N by N的情况 一个矩阵 我们再加上了一个我们的符号 一个湛蓝的符号 我们就称为它的行列式 学行列式蛮重要的 因为在方程组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需要行列式 在求逆矩阵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用到行列式 所以行列式的求值 这件事情的话 同学是一定要学会的 那么我们从二乘二阶的矩阵的 行列式来说起好了 假设A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这个我们说起来应该算方正 这是2 by 2的 那么它的行列式值 我们写的是determinant DET作为我们的行列式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那么也有这样的写法 用栅栏的写法来写 那么行列式值是怎么算的呢 行列式值 我们有的就直接就写了 就画了这两条了 注意的是 二阶行列式非常简单 这个地方是正的 这边是负的 这称为主对角线 这是负对角线 这边相乘 减到这个相乘 就是这样子 那同学的话呢 注意就是 右边扣掉 左边的相乘就对了 再来看的是 这个行列式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一个矩阵 对应到实数的一个函数 怎么说呢 一个矩阵 就是所谓的方阵 它的话呢 可以计算它的行列式值 那么它是可能是多对一 但是它的值都是一个数字 就是实数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值 它的值 以这一体而言 同学会不会算呢 很简单 二阶的非常简单 这边是四 减掉负三 所以等于 四加三 七 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矩阵 它的行列式是这样子的 这个行列式 我们发现是 二二得四 四减四十几 一 等于多少呢 零 这边是等于零 再做一个 这边呢 这个行列式的值是多少呢 这行列式值的话 这是零减掉 二乘三 等于六 等于零减掉六 等于负六 各位同学注意的是 我们这个地方要表达的是 行列式的值 各位同学的话 不要看到加了一个栅栏 以为是绝对值 行列式的值 它有可能是正 也可能是零 也可能是什么呢 负 正零负 同学看 是不是 负的 所以都有可能 那么这就是我们行列式值 无论怎么说 它都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么我们要想办法算出行列式值 因为行列式绝对不是只有二阶而已 它可以到N阶 无限多阶 无限多阶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的是 知道行列是指它的基本的运算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转置矩阵 我们写我们交过转置矩阵 转置矩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列变成行 行变成列 那么以这一体而言 我们来看 这是第一行 我们把它转置一下就变成了第一列了 是不是 红色的部分 直的变横的 直的变横的 我们发现怎么样呢 我们发现它的行列式值如何呢 不会变 各位同学看看 对不对 当然我们是可以用证明的 有详细的证明 但是在这边我们要 我们表达这一个运算规则 所以我们没有拿来证明 只是拿一个立体让同学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122 我们变成什么 122 有没有横的 258 变成横的 它是完全是转置 37573 这边就573 这是左边跟右边是互为转置矩阵 那么我们说了 它的行列是值怎么样呢 不变 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一个知识性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可以拿来证明 现在我们再介绍的是第二个部分 行列式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在一个行列式之中 我们任两列 或者是任两列或任两行 只要做了一个对调 会发生什么状况 行列式会变得好 原来是正的就会变负的 原来负的就会变正的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列式 这是多少 6减掉4是2 我们经过了左右对调以后 各位同学看一下 左右对调 43放在左边了 21放在右边了 我们发现 这边怎么样 4减掉6 所以变成负2 这两个字如何呢 变好 那么我们再上下再对调一下 又可以把它变回来 那么各位同学注意的是 这边 来我们看 这是122 这是多少 122 这是258 这是258 我们发现了这两 这个是两行 相互对调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 它会多出一个负号 这个观念 各位同学一定要有 所以这个地方 行列式值不会变 但是会差一个负号 如果同学不喜欢负号 我们再调一次 那就不会变 那又变正回来了 那么 首先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题目 这个下面这一部分的话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有共同的因素 可以提到行列式的外边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题目 这是这个8跟6 各位同学知道 它是有 可以共同提出一个2 它都是2的倍数 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出来 重要的是 这个地方要很小心 我们的话呢 提醒各位同学 矩阵 它的运算 是跟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2乘上 这边是1234 这是一个矩阵 那么我们知道 矩阵的话呢 乘上一个数字 是怎么算的呢 它是全部通通都要乘两倍 那么这个地方要小心 在行列式的时候 你乘个两倍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提出来 我们用乘的 相当于是乘的 乘只能乘上其中的一行 或一列 各位同学知道哦 只能够乘一行 或其中一列 绝对不可以 每一行或每一列 它全乘进去的话呢 它等于会乘了 太多了 会乘了它的 会多了它的 2的N次方倍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的话呢 以直 直行来说的话呢 这第一行来说的话 6 8可以把它提出来 变2 那这边是4 3 那么还可不可以提呢 可以 各位同学看这边 这是不是又可以提一个3出来 我们再提一个3 这样子算的话呢 3提出来以后 这边就变1了 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到时候我们算的时候 会比较简单 那记得是要提出 共同的因素 是以行 或者是列 作为一个单位 绝对不是整个都是啊 那么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行列是 这边是 369 369怎么样 3627 我们都发现 都是3的倍数 所以我们提出3出来 这边就变1了 这边变几呢 2 这边变3927 要不要再提 我们看起来 好像没办法再提了 我们要做这个 行列式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算它 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技巧 那么我们在 后面我们要 我们会在路数去去介绍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下一个基本的运算规则 这个运算规则 我们看一看 让我们想一想 跟以前教过的什么很像 行列式的任一列 我们先不谈行啊 乘上一个K倍 加入另一列 行列是指怎么样呢 不变 这是什么 这就是基本列运算呢 基本列运算说 我们只要是一个矩阵 某一列乘上一个数字 加到另外一列 它都是相等的 所谓我们的话呢 是等价的一个矩阵 那现在行列式呢 行列式应用就更广了 它不但可以基本列运算 它还可以怎样呢 它还可以基本航运算 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一个 二阶的行列式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这个知道答案是多少 我们心里很明白 这是45 减掉40 所以是 5 好 我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做法 那当然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 要了解它的意思 我们以这一列为主 我们乘上一个-10 加到下面一列来 我们乘上-10加到这边来 那是几呢 这就变0了 这乘上-10加过来 这是几 5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答案是几 一样的 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必要 学会没什么必要 但是在高阶的方程式来说的话 高阶的这个行列式 它是用得上的 我们继续看这个立体 这个立体我们做法怎么做呢 值得这个叫做行 行的话也可以这么做 我们乘上一个数字 因为我的目标是希望这个是变0 我就让它变0 没有关系 我乘上一个-2加过来 整行都要加过去 这次让-2加过来 这就变0 这次让-2加过来 这变1 这次让-2加过来 这边就变成-2 好 我们来看看基本的列运算的规则 还有一个我们是非常简单 但是的话也是一样很重要的 也非常方便 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一列或某一行全部都是0 行列式不要算了 它一定是0 各位同学请看 这是不是0 再来看 如果这个行列式的话呢 某一行或某一列 这是我们发现了这里 通通都是0的话 这个行列式不要再计算了 因为它就是0 必然为0 那么我们等一下可以解释给各位同学听 我们再往下一个预算 预算规则来解释 我们要注意的是 任两列如果完全相等 或任两行都没有关系 我们行列式也不要算了 为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 我乘上一个一次级 一模一样的加下去 是不是上面就会变0了 上面变0 就根据前面的规则 整列或整行变0 那么行列式值 它就是0 以这个题目来说 我是乘上一个 负1 加过去 是不是就会得到0的结果 那么 如果我们知道的 某列是完全相等 那么 必然是为0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更加推广了 下面一个基本运算 什么运算呢 刚才我们是完全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把这个条件再放松一点 乘比例的话呢 行列式值就必须要0了 怎么讲呢 这刚刚是乘上负1 现在我乘上多少 负2加过来 是不是就会让它变0 直接算当然也可以 但是因为它 它能直接算是因为它只有2接 如果它是4接 5接 6接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 那么快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一个右边那个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0 左边的呢 左边的看不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检视一下 我发现怎么样呢 这一个叫做第一列跟第三列 好像是成倍数 是不是 刚好是三倍 那不用算了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乘上一个负3 加过来是让它变0 所以我们不需要做这个动作 我们只要知道 任两列或任两行 如果说它是一个乘比例的 那么行列是值 也不用算了 直接就写0就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教各位同学 直接算法 为什么要直接算呢 因为有些比较简单的题目 我们就直接算了 如果说是高阶的 我们想要直接算 还真的不太容易 我们还需要透过一个降阶的过程 才能够教同学做出来 我们不记过降阶 可以让人记得住的 记得过住的公式 只有2接 3接 来我们来看看 立体 这是一个2接的行列式 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这是AD 减掉多少呢 BC 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再往下看 这是3乘3的矩阵 也就是3接行列式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3接的行列式是这样的 这个是主对角 向右的 向右下的 都是主对角 这个地方是正的 AEI 有没有看到 三个相乘 再过来呢 C 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1的 对不对 一个配多少呢 配两个的 所以这是CDH 我们看到了吗 CDH 再过来的话呢 是这两个 配这一个的 这右边的通通都是正的 BFG 看看 BFG 2对1的 2对1的 还有正斜对角 这些都是正的相乘 不论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反正我们相乘的就对了 直接相乘 那么要注意的是 左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减掉这三个相乘 减掉C E G 再减掉什么呢 这个 这减的 再减掉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对两个 两个对一个 一样的 两个对一个 一个对两个 左边的都是负的 右边的都是正的 那么三接行列式 就可以直接这样算 至于说这个的 这个的算法 其实也是降阶 导出来的了 但是我们在三接的时候 常常喜欢 就直接这样算了 因为三接 我们还可以接受 是指三个相乘的 一些加减 那么现在要教各位同学 正式的一个降阶法 行列式的降阶法 我们有一个名字 叫做Laplace的一个降阶法 这个降阶法是中规中矩 但是是最麻烦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后面有一些改良式的方法 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的 有一个N接的方阵 那么A的行列式的话呢 这个是行列式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一个行列式 我们可以从 DI列来展开 我们要挑选 各位同学知道 一个行列式 我们要展开它 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挑选任一列 或任一行 那么我们假设是 挑的是DI列的话 那么我们的行列式 这是从DI列展开的 就是AIJ乘上CIJ 就是这样子 这是什么 这个C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知道吗 这个C就是子行列式的值 那么子行列式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等一下 我们就记得 这是从DI列展开的 就是一个行列式 从DI列来把它展开来 每一个从这边展开的话 每一个这个原来的数字 乘上它的子行列式值 再加上第二个 乘上它的子行列式值 再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最后 那这是DI列的 这个我们先把它的公式 先列出来 但是这个公式 各位同学不要去背它 因为同学也记不下来 我们只要知道 有这么回事就好了 再过来 我们来看看是从DJ列 来表示的 这是我们在J列的地方展开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样 我们的话呢 是这个公式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复杂 我们不如直接操作 来得比较快 因为就算是我们把它公式背进的下来 其实我们也记不住 所以我们不如直接从算式上面 直接着手会比较简单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紫航列式 那么我们先告诉各位同学 紫航列式是怎么算的 以AIJ这个而言的话呢 我们就是杀掉这个横的跟直的 各画一条线 把它删掉之后 删掉之后剩下来的数字 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原来是N阶的 这是N阶的 然后现在的话呢 这是N by N 现在我删掉了这两条了以后 就变成了N-1 by N-1 是降了一阶 那降了一阶 那就是它的紫航列式 只是紫航列式值 还要注意的是下一步 蛮重要的一步 虽然我们每一个都可以算 但是注意的是 还要加一个什么呢 正负号 正负号 按照这样的规则 正负正负正负 正负正负 就是交错出现就对了 假设各位同学觉得 我刚刚所讲的那部分 好像有点乱 我们就讲一个题目 同学就会了 但是各位同学要记得 刚刚所讲的是一个规则 规则的话 只要各位同学学会知道怎么做 怎么操作就可以了 至于说它是Cij Mij还是什么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同学知道 它的相对位置是怎么样去计算 就可以了 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 下面的实际的例子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三阶 假设要怎么降阶 各位同学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这个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值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的是 直接计算 对不对 斜角 两个跟一个相乘 两个跟一个相乘 减掉三个相乘 减掉两个跟一个相乘 减掉两个跟一个相乘 就算出来了 那如果降阶怎么算呢 假设 我们来看看 这个 我们就要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先挑选一列 或一行 那么我们就挑选这个好了 我们挑选的是 第一行 挑选 这个过程 也蛮重要的 那么 同学要知道 挑选 我们尽量会挑选谁呢 我们会挑选 零比较多的 要记得 零比较多的 而且的话 我们要注意的是 正负号 这边是正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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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来 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来降阶 强迫降阶 用Laplace的方法来降阶 是怎么做呢 第一个 A11 A11先写出来 然后乘上什么 把A11 左邻右舍杀掉 这边就乘上一个小行列式值 那个行列式我们就称为它的子行列式 子行列式值是谁呢 是这个 这个剩下来的 22 23 32 33 来 我们写下去 这是一个数字 这可以算吧 原来三阶就会变两阶 好 还没算完哦 这是A11 我们现在还有第二个字 叫做A21 A21的话呢 这个数字要填下去 不过要小心的是 我们要服从正负正负正负的条件 写下去哦 这个地方已经知道是负的了 所以我们要减掉A21 那么A21要搭配谁呢 它的子行列式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化掉这一行 成掉 化掉这一列 所以这个地方剩下什么 一个子行列式是 12 13 32 33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又变正的了 A31了 是不是 A31 我们就写 加上A31 乘上谁呢 31 杀掉 这个跟这个 所以剩下什么 剩下这个 来 此行列式写出来 1213 22 23 这个方法 我们就称为 我们就称为 拉帕拉斯的降阶法 这是直接硬降 那么我问各位同学 如果这四阶呢 四阶也是一样 就是也是四阶 如果这边是1234 四阶 那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什么 四个三阶的行列式了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它本身来说 如果是高阶的话 它会变得计算上来说 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会希望 怎么做呢 希望万一这是零的话 那就太好了 这是零 就太好了 就好算多了 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了 来做一个直接算 跟降阶的方式来求值 现在我们来看看 左边的这个做法 左边这个 是一乘上 它的此行列式是几 四五一六 四五一六 然后再来呢 我们挑的是第一 第一行好了 第一行 再过来就是减二乘上什么 二 杀掉它的右边跟上面 剩下三二一六 再来呢 最后一个 加上零 各位同学知道 加上零 就不用写了嘛 是不是 不用写 因为任何数字 相乘都是零了 那么我们就后面就不写了 我们就直接写这个答案 这里不要以为它是绝对值 这个要小心 行列是值 看起来像绝对值 照样都有正有负 这是二十四减掉五 所以是二十 这个是二四减掉五 是十九 四六二四减掉五 这个 两接的没问题 减掉这多少 十八减二 十六 所以这边是 十九减掉三十二 这是负十三 这是我们经过了降接的方式 所处理的 降接法 这边是降接 刚才我们有算过一个 教各位同学的直接算法 其实是一样的 跟降接一样的 第一步 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是多少呢 三个相乘 一 四 六 再来呢 二 一 二 再来呢 三五零 三五零 写不写 没关系 我们知道 三五零 这是按照规则了 但是这个地方可以 不要写 不写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让同学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就是二四零 是减的 再来减什么 二三二六 三二六 这是这个两个搭配 这一个的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两个搭配一个的 那就是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五一一 好 我们现在来计算 看看到底哪个 哪个降接好 还是直接算法好 其实的话呢 差不多了 不过 有的时候 看题目 有时候会比较好算的话呢 这不一定 这等于多少呢 这是二十四 四六 二十四 这是 加四 这个是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是减掉多少呢 三十六 减掉三十六 这个呢 减五 那同学看一下 这答案是多少 这边的话呢 是 这边是 二十 这边是二十八了 正的二十八 这是二十八 那底下的话呢 是 负的四十一 是 确实是负十三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的话 三阶的行列是 我们可以采用 直接算法 我们也可以拿来当例子 作为 降阶的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 说明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要介绍的是 行列是 在降阶的过程之中 它也有技巧的 为什么要有技巧呢 因为 如果说我们在降阶的过程之中 如果每个数字 阶数很高 如果说这样 说好了 三阶行列是 不好算的话 现在四阶 要直接降 它将会变成了 四个三阶 应该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不希望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万一是十阶 降成九阶 就会变成 十个九阶的 那真的 计算很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要降阶的话 尽量不要做出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 我们希望只剩下一个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是这样做的 如果说 以一个行列是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说了 这个行列是 我们要降阶 我们是不是很希望 其中某一列是零 这样的话 我们降阶就会比较简单了 那么我们的话 介绍的是 基本列运算或行运算 没关系 我把这个边杀成零 我把这个杀成零 来 第一列 乘上负三加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一二五没有问题 一二五没问题 乘上多少呢 乘上一个负三 加进去 这个乘上负三加进去 这是多少呢 零 达到目的了 零就是达到目的 这乘三负三 加下去 这边是多少呢 负七 这个乘上负三 加过来呢 正一 那这个地方 四十二三 我希望它变零 那么我们要乘是多少呢 我们乘上一个负四 加到第三列 我乘上一个负四加过去 这边就变零了 这乘上负四加过来 负八加十 是二 这个呢 这个乘上负四加过来 负二十加上二十三 正三 好 现在我们再次从这里降接 左手降接就简单多了 为什么呢 同学看 这个我们看这一列 这一列我们展开的话呢 这边都零了 是不是 零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再去展了 子行列式就没关系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变成什么 一乘上 这个 它的此行列式值 这个整个行列式就是这个 负七 一 二 三 所以变成 负二十一 减掉二 负二十三 这样算是不是比较简单 比这个三个相乘 三个相乘 三个相乘 再加起来 扣掉这三个相乘 扣掉 这三个相乘 再扣掉这个三个相乘 那样子就 这样算法的话呢 就会比原来的那个要来的 方便许多 所以我们先要采用了一个 基本的列运算 或航运算 尽量的采用 降接的之前 做一些修正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还要介绍的话呢 是某一些矩阵 很特殊 它的行列式值 特别好算 这也是我们的话呢 在做行列式的时候 蛮喜欢计算的 也是希望把它弄成这种模式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上三角 什么是上三角呢 这种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列 列梯形矩阵 只是差别在这个 带头的话要一 这种格式是这样子的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假设是上三角的矩阵 很简单 我们发现上三角的话呢 以这一列来展开 是不是成长它的死行列式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行列式值是多少呢 它对角线相乘就好了 所以上三角算起来非常简单 第二种情况 下三角 上面的那部分全是变0 这也情况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下三角 跟上三角的状况 是一样的 因为转置了之后 它的行列式值是不会变的 所以下三角 上三角 它的行列式值 通通都是什么呢 对角线 再看这个 对角矩阵 那就更不用说了 只要看到了对角矩阵 它的行列式值 就是对角线的所有成员 相乘 相乘就像这样子 这是大拍 这是I等于1到3 这是AII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称的 对角矩阵的行列式 不用算 直接就写对角线相乘就好了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立体 让同学熟练一下 这看起来的话 A行列是 非常的可怕 这个行列式值的话呢 是4乘4的 可是我们 仔细一看 发现 还蛮简单的 为什么呢 它的 各位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主对角线之上全是0 那么这个行列是值 不用算 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对角线的 主对角线相乘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我们发现 只有主对角线上面有值 其他通通都尾灵 这是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 它的值是 直接对角线相乘就好了 这个题目 我们就直接 让同学看 这是2 负2 1 3 全部相乘 这就是行列式值 要不呢 就是这个 这个行列式的话呢 行列式值就直接 用它的对角线相乘就好了 那像这种题目来说的话 行列式的问题 反而更简单 那么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矩阵跟行列式的一些 相关的 跟它合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性质呢 其实是有的 像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矩阵相乘 求行列式 跟分别先求好行列式相乘 这个值会怎么样呢 一样的 这是一个性质 先乘 再取行列式值 跟先取行列式值 再相乘 是 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对调 相乘跟此行 这个相乘的跟取行列式值 是可以对调的 相加呢 相加就不一样了 相加就不一定了 相加的话 我们就发现 这两个行列式就不见得是相等 这个其实是合理的 这个地方万一 这两个的话呢 都 两个行列式都 都很大 然后一个是正一个是负 到时候 一加起来的话都变零了 零了以后 我们发现各自都不会是零 来我们看看 第二第三个状况 这个也是 但是比较难了解的是这个 我们在某一列或某一行 它拆成了两部分 这拆成了两部分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部分的话呢 我们发现它的话都 都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拆开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变成了两个 两个行列式 这部分是比较特别的 这个行列式的话呢 我们从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两个行列式相加 我们不要看左边 我们发现的话呢 我们发现 这个第一列跟这个第一列一样 这个第三列跟 这个第三列一样 只有这个中间的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把中间的 头加头 中加中 尾加尾 这样就可以直接做 相当于 这两个可以把它拉开来 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呢 是比较少用 这个的话呢 是要知道 我们来看看 行列式跟矩阵之间的关系 我们拿个实际的立体 来让同学练习看看 这是A 这是B 现在他这个地方要求的是什么呢 行列式值 各自的行列式值 跟相乘后再取行列式 差别在哪里 来我们看看题目 先看看相乘好了 矩阵相乘怎么乘 第一列乘上第一行 我们发现它是几呢 这边是2 2再加上 -9 是-7 再来看这个 13 -24 看右上角 这边是-2 加上 3-4 12 -2加12 10 没错 再过来 左下角 3-2 得6 5 3 15 减掉15 6 减掉15 -9 最后一个 3-5 -2 4 就是 -6 加上 20 变成正14 好 现在的话呢 这是相乘后的矩阵 等一下我们留着备用 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就来算了 首先我们看行列是值 A的行列是值是多少 -4 B的行列是值 8 减掉 6 等于2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的行列是值 相乘了之后 行列是值是多少 这边是几呢 47 28 这是 负98 这边是减掉 减掉负的 这是加的 加上多少 90 等于 负8 我们注意到了没有 负8 各自的行列是相乘的 负2 负4乘2 负8 一样的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验证刚刚的那个题目 先相乘 再取行列是 就是各自取行列是在相乘 结果是相同的 再来 我们来看看 纯量机的行列是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 这是一个N by N的一个矩阵 C 是一个纯量 就是数字了 我们如果说 CA是什么意思 同学要知道 C乘上A 矩阵 我们刚刚才提过 如果一个C乘上一个矩阵 好 S B好了 我们知道矩阵的乘法 是怎么做的 是 每个都要乘 每个都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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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在取了行列是 行列是的话呢 我们发现 以二阶而言 这个可以提出一个C 这又提出一个C 所以变成C平方行列是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如果这是一个N阶的 N阶的行列是 你多成了一个C 就会多了C的N次方 因为它每一个都乘进去 矩阵是每个都乘进去 行列是只能乘一行 或一列 来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有一个 矩阵 它叫做2153 那它的行列是值 同学一看就知道怎么算 32得66-51 好 我们来看看3A 这是矩阵的乘法哦 矩阵乘法是怎么成的 通通每个人通通有讲 全部乘进去 那么如果通通乘进去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的行列是值是多少 6954减掉45等于9 诶 为什么 它不是多3倍吗 怎么会多了9倍呢 因为这是二阶的 二阶的我们会多了3倍 又多了一个3倍 所以这个地方是 C的N次方倍 那么这个地方公式不用倍 只要同学能够了解了以后 就知道了 行列是 只要一行 或者是一列 能够提出一个数字来 就已经算是乘到了 它不需要每个都乘 这跟矩阵有点不一样 要小心 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呢 杂七杂八的列出了 好多有关于行列式的运算 那么要注意的这个地方就是 矩阵跟行列式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就是刚刚我们再三强调的 这个 它会 它是 只要算的是 一列 或者是一行 乘上一个数字 就够了 不是每一个都要乘进去 那么 还有就是矩阵 我们前面有介绍的是 基本的这个列运算 目的在求一个 就是列梯的矩阵 梯形的矩阵 列梯形的矩阵 目的是在 计算上来说 求 求 连立方程组的话呢 比较方便 那么 行列式的话呢 不但是有列 它还有行 这一点的话呢 同学要特别的注意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认两行 或者是 认两列 这个矩阵的话呢 如果要取它的行列式值 然后 这认 认两列 这两行 呈比例 这边 这边是这边的 三倍或五倍 那这个行列是指 不用算 都知道它一定是零 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同学要注意 是 这边是 这边是 所以 那边是 这边是